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吴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吴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G20 有三个国家排着队的来找习大来对话 对不对其他的国家的元首排着队过来了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其实啊咱们可以从这三个国家的元首对话之后的 他所说出来的一些东西能够有所感觉 这三个国家呢是澳大利亚荷兰河南非呀 这三个国家看起来没关系 其实很有意思 首先大家得知道啊 然后这些国家来跟中国来谈归根结底的原因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 并不是说人家天生就爱中国啊 然后为什么来跟中国谈呢 归根结底跟着你谈有发展呢 跟着你谈有未来呀 你就从他跟中国来谈 谈的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能不能够给他们这些东西 从这些东西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中美的未来将会如何 到底是需要中国的越来越多呢 还是需要美国的国家越来越多 大家也能够看到中美博弈 美国他怎么办呢 美国他到底怎么办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 咱们聊一聊跟澳大利亚的总理 阿尔巴尼斯的这个会谈 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比较的特别 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最近啊 这段时间里面被中国制裁的那么一个国家 对不对 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啊 然后想要当战股啊 而且还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来叫板 所以说呢 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生产的商品 产品 资源 矿产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中国都不要了 对不对 谁让你来碰中国的主权的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澳大利亚呢 经过了这个莫里森的啊 这个管理之后呢 上来了一位阿尔巴尼斯 阿尔巴尼斯呢 上台之后确实有所改变 对不对 然后啊 在很多的问题上跟中国进行了啊 一定的沟通 在很多的问题上 态度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身为啊 五眼联盟的一员啊 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这也就是咱们曾经啊 一直以来吧 指责美国的那件事情 你老搞小圈子 对不对 老搞阵营的对抗 你美国要自己检讨 美国最核心 最最最核心的圈子 就是五眼联盟 大家称之为昂萨的联盟 对不对 昂萨联盟里边啊 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一过存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在为着 美国和英国这种国家冲锋陷阵 结果走到今天 澳大利亚正在转向 所以说呢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处理 和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都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重要的点就是 中国能不能够击溃 击垮掉美国的小圈子 其实大家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摄像就可以看到 咱们中国其实对于美国 说的那些话呀 就是我不会无地的放失 就是我跟美国说啊 咱们跟美国说 你不要玩什么小圈子 你不要玩阵营的对抗 他背后有一个前提 并不是我怕你 怕你玩小圈子 怕你玩阵营的对抗 而是我能够击垮掉你的这个小小圈子 击垮掉你搞阵营对抗 然后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 咱们是一般不提这个事的 对不对 然后我有这个实力 击垮掉你的小圈子的话 你就别搞这个了 为了你自己好 大家发现没有 咱们国家的这个外交 就两个字 他人家厚道 你知道吗 真的是厚道 然后我提醒你了 我这丑话说在前面 你玩这种小圈子 跟我进行对抗 对于你不利呀 乖乖的听我的 对不对 别玩了 你非得要玩 什么非得要玩 我可有办法弄扭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就等着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今天跟大家第一个就聊 澳大利亚的这个阿尔巴尼斯 澳大利亚的态度 以及澳大利亚与中国未来的这个走向 其实对于美国玩小圈子 玩盟友 对不对 团结更多的盟友 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这个事情美国能成功吗 不能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厚道 对不对 我有办法击溃你 可是呢 我还提醒你 对不对 别玩 为了你自己好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咱们看一看 咱们这一次跟澳大利亚都谈了什么 其实里边的内容啊 就很有意思 之前跟大家聊了 美中的首脑的会谈 习外会 也聊了 马克龙 也就是中法的首脑的会谈 对不对 马克龙与习近平的这一次的见面 他里边谈的内容 咱们这边谈的内容 非常的不一样 法国 然后的话 美国 还有澳大利亚 这三方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看 就是习近平啊 习大 讲的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 跟美国就是直接打蛇打七寸 你别玩意识形态 对不对 直接把美国人想要玩意识形态对抗的这个东西给你卡在这 对不对 然后你非得要说什么 威权主义与民主的对抗 对不对 威权与民主 然后的话 什么你是自由民主的大同盟 对中国就是邪恶的国家 你想玩这个是吧 我不跟你玩 我直接给你堵住 堵什么呢 嘿嘿嘿 你是资本主义 我是社会主义 不同 但可以合作 你美国有你美国的民主 我中国有我中国的民主 互相的尊重 咱们前面就把美国人的这个讲法全堵住了 要不然你给我翻脸呢 你翻脸 对不对 全世界都看着呢 其他的国家都看着呢 你看一看 这个这个印尼啊 你看看新加坡呀 这些国家都喊了 要合作 对不对 为了这个世界着想 中美两大强权 别再斗了 要合作 要稳定 要发展 我们这些国家盯着呢 对不对 美国能怎么办 美国要跟中国直接翻脸吗 翻脸可以呀 对不对 你美国如果能够说啊 能够弥补 让你的小盟友 跟中国翻脸之后啊 得到的那个损失 弥补那个损失的话 那你美国就翻脸 问题是 你美国能做到吗 中国不翻脸 对不对 中国不翻脸 咱们不一样 但是咱们可以合作呀 对不对 咱们不一样 咱们可以合作 然后跟你美国可以合作 跟你美国身边的一些小兄弟们 我也能合作 对不对 跟我中国合作 大家能够一起来发展 大家一起来发财呀 对不对 我不讲究意识形态对抗 这个态度就摆在这儿了 美国要斗吗 要斗 我就让你的小盟友 一个一个站在我身边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 它归根结底 是要发展的 没人想要饿肚子 等饿肚子的时候 意识形态就是个屁呀 美国还玩意识形态吗 玩吗 对不对 你可以限制说 限制别人 跟我意识形态不一样的 我不跟你打交道 中国呢 意识形态放一边去 咱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合作 要的是发展 这就直接卡住了美国 对不对 一边可以跟所有人交往 一边只能跟一部分人交往 你做生意 你也知道市场越大 赚钱越多呀 美国现在就是自己在限制 自己的市场 那你说中美博弈 美国要翻脸 他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 习近平拿这个啊 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啊 跟美国啊 沟通啊 我堵住你的嘴 翻不翻脸 美国不翻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 咱们跟美国的交往 里面啊 意识形态 这些东西提的很多 物虚的东西比较多 物实东西非常少 跟法国 跟法国全是物实的 什么绿色的能源呢 气候的问题啊 咱们都可以来谈 对不对 互相的投资啊 中国往法国去投资 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谈 然后跟法国非常物实 为什么呢 法国美国的盟友嘛 对不对 这个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 他又博爱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样的一个国家 跟中国进行交往 然后就像中国啊 就像习大所表现的那样 我们不玩意识形态 能合作就合作 你法国就是自由平等 不爱的 我尊重 对不对 我也没想推翻掉 法国的政权 我也没想干涉法国 如何如何的 我也没有逼着法国 跟我的意识形态一样 咱们一起合作不行了吗 对 这是跟法国 然后现在走到了澳大利亚 态度这个转变 真有意思啊 前面物虚跟美国 中间全是物实 跟法国 现在跟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毕竟啊 是被咱们制裁过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咱们这边提到了很多啊 都是什么呢 就是中澳之间 没有根本性的厉害的冲突 然后的话 两国可以合作 改善两国的这个关系 双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啊 探讨如何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正确的轨道 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 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话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两边可以谈 就可以合作 应该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咱们直接合作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的话 咱们得做好总结啊 经验的教训 对不对 咱们应该共同的探讨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给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布置了作业 看你澳大利亚哎能不能乖乖的把作业给补上来 阿尔巴尼斯当然也有回应 阿尔巴尼斯这个回应 我必须得说啊 给他最少得80分 但是能够看到习大跟澳大利亚讲的这些话 他的这个度掌握的特别好 我不会因为你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语言 我就拉拢你 我不会因为现在势头正望 对我跟法国可以谈合作 我跟你澳大利亚直接谈合作了 不会 咱们这边给澳大利亚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 双方可以共同的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而且提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澳大利亚的表现 这一句话就是重点了 这是习大的最后一句话 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 经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是什么 这是服从性测试 就是说你澳大利亚想不想与我修复关系 我给你讲了一大堆那些东西 然后咱们可以谈 咱们可以总结教训 咱们可以互相的沟通 咱们可以合作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合作 但是具体的考验你 澳大利亚能不能够好好的跟我中国合作 我中国能不能把你对你的制裁给取消了 只有这一句话 就是说我中国的企业要付澳投资 你澳大利亚怎么接待 这叫什么呢 服从性的测试 你能不能服从中国 你想不想跟中国修复关系 澳大利亚就看你的表现了 阿尔巴尼斯的这个表态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至少80分 至少80分 阿尔巴尼斯他说 这个中澳两国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的纪念 对不对 这个中澳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之前我就跟各位说了 中国明明在制裁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非得舔着脸题 中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什么 因为美国要跟中国干嘛 竞争 对不对 中美的这一次峰会 美国白宫的通稿 新闻通稿上面写的很清楚 对不对 要拉拢盟友和小伙伴 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对不对 激烈的竞争 这词 结果的澳大利亚 五眼联盟的一员 上来就说 我跟中国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对不对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然符合呀 对不对 当然符合呀 美国要激烈的竞争 美国的小老弟 昂萨的联盟 五眼联盟里边重要的议员 澳大利亚 这个时候什么态度 到底什么态度 跟美国是一条心吗 法国那边直接喊出来了 马克龙 哎呀 我们不 对不对 我们不玩阵营的对抗 你美国不是要激烈的竞争吗 拉着盟友和伙伴 你现在美国如何拉法国和澳大利亚 对不对呀 你看看美国身边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还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少的这些 都是什么样的国家 一个法国 对不对 怎么说现在也是欧洲的龙头 对不对 你像澳大利亚呢 你的亲戚 你美国人大号的亲戚 澳大利亚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澳大利亚一边 我跟中国亲近 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法国 对不对 不玩阵营对抗 你就看一看美国的目的 它如何实现 这个我为什么说八十分 你看这一句话 我少说得给他四十分 这是大题啊 大题 各位啊 阿尔巴尼斯做了一道大的 对不对 然后澳方愿意秉持当年澳中建交的初心 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合作的精神 同中方共同的努力 通过建设性坦诚的对话 沟通缩小分歧 这一段话就有意思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要继续谈 澳大利亚愿不愿意谈 愿意谈 这个服从性测试已经做出来了一部分了 咱们先提到了啊 中澳之间没有矛盾 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双方在很多的问题上 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让杨国啊 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对不对 双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阿尔巴尼斯马上就接过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有建设性 坦诚的对话 沟通 缩小分歧 对不对 接下来未来 澳大利亚还会跟中国来谈 那未来能谈出什么 未来能谈出什么 习大已经告诉澳大利亚了嘛 中国企业富澳经营投资啊 对不对 你给我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啊 对不对 接下来中国人继续往澳大利亚去投资 澳大利亚的那些矿产 矿产 煤炭 什么钢铁 对不对 铁矿石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啊 也也看不得好东西被量费浪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澳大利亚的这矿产都是天然天赐的宝贝 对不对 什么澳大利亚的红酒啊 那确实我觉得比法国的也不次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喝一喝红酒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只要你澳大利亚的态度好 中国的投资过去之后嘛 也可以拯救一下你的企业 什么你的矿产的公司啊 你这个煤矿 那个铁矿 对不对 然后这个什么葡萄酒的庄园啊 那个什么 什么海鲜的大龙虾呢 各种各样的 我们都可以啊 跟你合作嘛 知道啊 最近因为疫情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啊 也造成了重大的创伤 我们中国人也不忍心呢 对不对 澳大利亚离我们也没那么远 所以说呢 未来中国的这个投资 就要到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哎 接下来要他看你能谈出什么 对不对 看看你的态度 能谈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总而言之 中澳未来 有得看呢 对不对 美国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呢 还是越来少呢 其实澳大利亚人也提到了一个 他的想法 他想要跟中国建成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的话前面得经历一系列的考验 服从性的测试 澳大利亚加油哦 我真的看好你们哦 对不对 澳大利亚加油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 荷兰 荷兰 荷兰这个国家重不重要 其实你说他重要重要 说他不重要也不重要 他重要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个欧洲的国家 而且是传统的老欧洲的区域 对不对 荷兰这个国家呢 现在的这个表现一直挺有意思的 荷兰这个国家在欧洲呢 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其实不错 其实啊 继续的发展 对荷兰的态度 对荷兰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呢 其实对于中欧的关系啊 是比较好的 咱们就可以看到啊 一直以来啊 在欧洲这整体的大环境里面 都对于中国没有那么友好的一个情况底下 荷兰人坚持住了 跟中国持续的发展关系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发展了关系之后 中国人跟他谈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刚才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中美的元首都会谈 中法的 哎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 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荷兰的 荷兰的这个态度呢 又不一样啊 咱们这边说的东西啊 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咱们跟荷兰谈什么呢 谈的就是啊 这个各国应该合作嘛 而不应该寻求脱钩 对不对 这个世界它是一体的啊 对不对 很多的问题不要政治化 要产业链的供应的稳定 对不对 然后这个荷兰非常棒啊 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的方向 对不对 而且以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啊 体制 对不对 希望荷兰可以推动欧洲坚持开放合作 为促进中欧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的作用 荷兰对不对 你表现的很好 我就表扬你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未来呢 你只要在这个欧洲继续的推动啊 咱们中欧的合作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能够发展这个 这个这个积极的一个作用呢 咱们的未来 它是美好的 对不对 其实荷兰的这个首相吕特呀 然后他讲的一些话 其实也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思 荷兰人这个态度太逗了 其实啊 必须得说啊 荷兰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接近的 比什么中国和澳大利亚 中美呀 中法呀 刚才之前讲过的这些都要好 你从这些对话里面的东西 你都能看到细节 然后的话 这就是中国交往的一个方式 中国跟别人交往的一个方法 但是大家得记住 还是得回到那句话 人家跟你交往 不是因为天生爱你 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做好了 你能够给大家带来发展 大家就来贴住你 荷兰也是如此 不是因为荷兰人就爱中国 看见中国人就兴奋的不行 没怎样的 荷兰归根结底 最近啊 因为因为那个天生气价格的高涨 那荷兰倒了大 没了 对不对 荷兰的这个大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都是啊 靠着天生气来取暖 结果呢 现在荷兰 这个天生气的价格那么高 对不对 那都贴着受这个美国恩赐 对不对 四倍的价格 这些人起 荷兰的产业眼看着要完蛋 荷兰的通货膨胀在欧洲算高的 所以说荷兰这个国家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 在按照美国的方式走下去 对荷兰完完全全不利 所以说荷兰跟中国走得近 它也是屡所应当的 并不是因为人家爱你 大家一定要看到深层次的这一点 但是啊 荷兰这个国家现在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很好 对不对 你觉得跟中国交往能够有发展 那你就做出你的突出的贡献 国家小 你也可以能表现 对不对 看好你 荷兰 对不对 荷兰你要在为在欧洲 对不对 要坚持开放合作呢 然后促进中欧的关系 加油 你没有别的作用 你这一点好好的做 你就很棒 然后呢 吕特呢 这个荷兰的这个首相吕特 然后说的啊 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啊 真的是特别的亲近 特别的暖心 能够看到荷兰的未来 他将在欧洲如何发展 对不对 然后的话提到了什么啊 中国的古典名著啊 红楼的梦 首次被翻译成 荷兰文啊 大好事 你看看 这像是一个国家的首相 说出来的话嘛 对不对 红楼梦翻译成荷兰文 哎呀 好开心 对不对 好开心啊 双方举行了多项的庆祝的活动 这不是 哎呀 这就欧洲人 大家别意外 那么贴上你的时候 搞得你都不好意思 你这边只是说 荷兰你加大向欧洲的开放 对不对 要促进中欧的关系就可以了 欧洲人真要贴上你的时候 红楼梦人家这张用嘴就来 还得翻译成荷兰文 然后的话啊 还记忆忧心什么呢 14年 习主席对荷兰进行了成功的国事的访问 你看一看 记忆忧心 希望中方密切的交往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荷兰还提到了什么这个气候变化等领域 对不对 和对话和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啊 未来50年取得更大的成就啊 欧洲人真是跟你亲密起来的 搞得你都难受 别扭 读他的话我都连红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你把自己做好了 大家真的是要看清楚这个 因为你把自己做好了 没有别的原因 但是归根结底 荷兰这个国家重不重要 刚才说了 说重要重要 说不重要不重要 起码欧洲什么样的地方 美国最后的一片盟友的区域啊 现在美国最后的这一片的盟友的区域到处是洞啊 到处是洞 美国堵得住吗 对不对啊 美国一要跟中国对抗的时候就在那啊 G7开会 欧盟开会 北约开大会 对不对 大家啊 齐聚个一堂 对不对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如何逃伐中国 结果每一回 开会都开出来 开的一个乱七八糟 但是总而言之能够看到 美国只要有事就往欧洲跑 结果欧洲现在什么表现 荷兰 法国 德国 对不对 这咱其他那些小国咱不说了啊 荷兰也算是一方的势力啊 总而言之啊 这就是现在的状态 你美国怎么办 对不对 接下来最后一个南非 南非这个国家 我相信各位啊 都熟 对不对 英联邦重要的一员 结果呢 南非跟中国的关系持续的在发展 大家得记住一个组织 金砖组织 对不对 南非现在啊 在金砖组织里面 金砖组织里面 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员 未来也是下一任的金砖组织的国家的 轮值的这个这个主席国 对不对 然后双方要继续的进行合作 南非这个呢 基本上 是跟中国是特别正常合作的一种状态啊 然后的话 咱们就简单的来讲啊 这个南非愿借鉴中方绿色发展能源转型的经验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敞开大门 欢迎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合作 南非希望同中方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调合作 你看一看南非的态度 咱们就不多讲了 南非代表什么 代表的非洲 非洲最大的国家 对不对 非洲最大的国家跟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发展 对不对 能源的 绿色发展的 一带一路的 要欢迎热烈欢迎中国企业去南非投资 然后的话 还是金砖组织重要的一员 金砖组织印度啊 巴西啊 南非啊 俄罗斯啊 中国呀 对不对 蔚来 阿根廷啊 就这种国家 基本上都是各大州的第一号 第二号的大号的势力 对不对 总而言之 金砖组织巴西非常重要 咱们跟中国的 咱们跟巴西的这个关系 跟南非的这个关系 还在持续的发展 南非的这个态度 看起来也是好好合作的一个态度 那咱们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呀 简单来看 今天跟大家聊了澳大利亚 美国的啊 最核心的盟友 五眼联盟重要的一员 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 荷兰 荷兰 欧洲重要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 南非金砖组织重要的一员 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的未来在哪 不过大家不要意外 就是很多同学可能会想啊 那走到这了 你看看美国怎么好像没有任何的动作 其实原因很简单 没有办法跟美国谈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怎么跟美国谈 你看看这些国家跟中国谈的都有哪些点 气候的问题 绿色的能源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关于投资啊 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中国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些 美国如何给他们带来这些 美国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不对 韩国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吧 日本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吧 台湾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吧 对 你们得去给美国花钱 谁主动找你啊 现在的美国就是看谁谁谁哆嗦 你知道吗 谁是美国的盟友 谁站得离美国近一点 谁现在害怕的不行 为什么 离你一近要倒霉一样 你就看到韩国的表现 什么叫削减的通胀法案 对不对 然后他去美国设厂了没有 去了韩国的现代啊 结果呢那个厂子造的慢了 你的这个削减通胀法案 已经啊 那个时候立法生效 生效了之后 你就开始补贴在美国生产的 这些新能源的技术 韩国的现代拿不到这个钱呢 因为他的厂子还没开始生产 所以说的韩国人挤了呀 你美国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谁离你近 谁得往你身上花钱 那谁还站你身边呢 对不对 你美国现在未来 哪个行业能够给别人一点 残庚冷制让别人发展起来 没有 原来跟你美国走得近 比如说啊 像台湾 对不对 像这个台湾这个岛 韩国呀日本呢 跟你美国走走得近啊 做你的小老弟 然后的话 你就给他一点 行业上面的一些剩饭 新品的制造业 美国人原来完全都看不上 对不对 美国我只掌握新品设计 就行了 我站在最顶端 新品制造业又费水又费电 我们不要 我们美国人不要这玩意儿 对不对 这是耗能的 结果呢 台湾 韩国现在做起来了 对不对 结果啊 美国你给我搬到美国来 你不搬到美国来 你是世界经济的威胁 你说这样的美国 谁跟你谈 谁排着队来找你啊 对不对 那世界未来的一个行业 新能源 不管是谈气候的 还是谈绿色能源的 对不对 都得来找中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占了全产业链 跟你美国谈新能源 能谈来什么 你美国能给别人什么 给别人就是 你不许用新疆的产品 对不对 你不能用新疆的产品 新疆我要制裁 新疆那边有集中营 对不对 主宗灭绝了都 对不对 然后威族人 对不对 全被杀了 你跟你来这个 对不对 那你谁跟你美国混在一起啊 跟你美国混在一起 要倒大煤的好吗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想要发展新能源 绿色能源 结果呢 新疆这个事 就给你扣在脑袋上 谁跟你美国走得近呢 谁会陪着你美国来谈 跟你美国谈 你美国能够给别人投资吗 也投资不了 现在美国是要 别人的投资啊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啊 这个趋势 美国能改变吗 能改变吗 其实他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结果美国走到现在 看不见的 美国如何能够有 这个一战之力呢 乖乖的来跟中国谈 对不对 台湾问题别废话 好好的转向 对不对 意识形态问题别提 对不对 什么新疆问题 好好的给我把实话说出来 对不对啊 这个时候 你能够跟中国来好好的谈 对于美国来说有好处 对不对 经济你起码能稳定 通货膨胀也别涨了 对不对 好好的稳定下来 发展自己 美国啊 你再然后深刻的 检讨自己的灵魂 检讨清楚了啊 自己的灵魂干净了之后呢 好好的来发展 那世界的未来 在美国啊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 那走到现在 你美国现在怎么做的 就死磕死磕死磕 团结盟友 跟中国激烈的竞争 你还知不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看看世界的 这一次接二十 对不对 到底有多少国家 能够主动找你美国 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不找你美国 跟你美国倒大煤啊 那这个世界 你美国 哎 哎 身边的人到底是多是少呢 其实我相信各位 都能看在眼里 这就是世界的趋势啊 能改变吗 看着吧 美国 接下来能做什么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